立金集團八年前因股價低於禁職下市 從負債潛意到重返資本市場 旗下立金店12月登陸新貴 明年第四季前將申請上市 黃崇仁表示旗下立金店要掛牌 遇上晶圓代工才能最吃緊的時機 大陸高科技產業面對美國制裁壓力 從中央到地方欽全力發展半導體產業 黃崇仁直言批評沒有規劃難有成效 黃崇仁指出除了台積電積極擴張先進製程產能外 近年全球晶圓代工產能幾乎沒增加 5G AI應用帶動龐大需求 但建新廠要3年才可營運 目前晶圓代工產能不足 立金店有調漲8吋晶圓代工價格計畫 黃崇仁也表示 晶圓產能不足下 看好未來上市EPS表現 新唐人眼睛電視高晶圓專門提供台北 蔡依鳳的